咦 这是什么来的 今天我们不是买家宴子 我们是买飞机船 好 接住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 我每日会准时12点和你见面 大家看看桌面有一批新的货道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美国坎萨斯州的萨满魔石 固然之这个名称当然是强大 它对身体的海底鱗开发是极度好的 为什么会有一队一队呢 桌面有五队 原来是这样的 它有分阴阳即是弓拿 阴性拿的是圆形的 一般来说放在左手边 我们用一定要分阴阳和弓拿 另外好像飞碟形的 我们叫阳性放在右手边 现在看到这里有好几对 但我看到这一队很像 它们又不觉得有分阴阳 其实只要阴性是圆的 而阳性有少少扁扁的 这就是的 如果你分不了的话 我教你另一个方法 放在桌上 我们用灵摆去测试 平时我也有讲的 大家先看看 首先灵摆放在这里 我们先和它沟通 零摆零摆 请你给它提示我 看看它的转的方位 好 很明显 是顺时针的 对不对 我们放在阳性的位置 零摆零摆 请你给它提示我 很明显 逆时针 对不对 你可以测试到原来它是分阴阳 为什麽 它的能量有少少不同 但很多人很好奇 这些是否是水晶 不是水晶 里面是什麽东东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小型的 我将它拨揽给大家看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萨满摩石 它里面是怎样的 今天和大家 将真相揭露 看看 亦都相传有说过 里面是水晶的成分 又或者是马路的成分 事不宜迟 我现在把它打开 看看是什麽东东 好 好 好 可以做了 我这个动作先讲讲 是危险的 你们最好就是 不要学我了 因为如果真的要做 一定要有防备的功夫 眼罩 口罩 OK 大家看看 原来 里面是没有水晶的成分 也没有马路的元素 原来里面只是沙癌 外面是礦物 里面是什么 你看 粉状 沙癌 但怎样都好 这个 你用它 萨满摩石 就一定要一对 一弓一拿 好了 它对开发底论 是非常之好